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话就变成乖乖的 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去超商买了一瓶饮料 结果菜牢突然一翻起来 他踩着脚踏车开始追我们 就往人家家里面冲 我们就很紧张地躲起来 紧张的话爸妈还吵架 结果晚上就已经拿枕头打来打去 结果不小心 差点把台灯打下来了 爸妈吵完之后 妈妈放出去了 爸爸也走不去 等到天呐 天呐都走了我们再回去 然后吵架了以后 我朋友就 我以后就不敢再打台牢 因为他们都很好用 Zither Harp 葫芥苗 咨语